本週隱藏牌是 元宇宙還是太陽人? 沒錯! 就是宇宙來的外籍連式買 股價站上反壓 重點外籍是 大家好,歡迎收看金牌BB 我是小喬 我不是婚姚,我是小龍女 我不是斷腸人,也不是老漢 我是瘦馬 瘦馬 偶爾還是得誇誇你,上週講的車用電池 真的都沒有被你漏氣耶 是不是 用過的都說棒 應該我想是因為龍哥你是老司機 所以很了解這個 剛剛是排車了 婚姚跟小喬 我們等一下 不是婚姚人家是小龍女 不是說好這一集怎樣 這一集要認真正經的 不要再歪樓了嗎 所以你們兩個不要再挖洞給我跳 所以剛剛先歪樓 是不是真實力 大家來評理你啦 沒問題 趕快 用新的一週來見真章 那個台股萬七啊 跌了又站上去 站上去又跌了 現在站上去 是不是事不過三 我看應該這次會走好吧 所以今天呢 有哪些好牌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們趕快來幫大家比比一下 先來抽 這張 好來吧 黑糖Q Q這張牌是所謂的感測元件這一塊 今天族群裡面的光磊飆漲停耶 我記得10月19號的金牌BB 龍哥就有提過光磊了 很厲害嘛 我記得感測元件 也是車用電子的一環啊 果然老司機喔 先不要這麼說 人車子 耗聲心開吹下去 這邊呢 光磊這邊是漲不張 將近50% 那這邊你要去留一下 資金會不會開始外移到 其他的感測元件相關類過 剛剛平均有講到一個重點 感測元件是車用電子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環 那其實在過去我們跟大家聊到過 感測元件就好像是我們人的眼睛一樣 其實它會是怎樣 收集外面很多資訊 然後會來加以運用 所以感測元件這塊 在漲車用電子之外 其實跟最近很夯的題材 元宇宙也是有相當一個關聯性 那你抽第二張牌吧 我來抽 我抽這張 梅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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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輪到你了 這個梅花山我們要跟大家聊 是太陽人類股 最近天氣變了 但是太陽的組織卻是很火熱 這個冬天是不是有它 就可以很溫暖了 對啊 之前大陸能耗雙控 再加上美國限制採購新疆產品 新冠疫情影響等等 據說是史上最大的漲價潮 沒錯 這太陽人營來的漲價潮 除了先前在EBA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 多金蟹的報價也是在網上漲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這聯合國氣候峰會即將展開了 那傳說是拜登會親自出席 所以各個先進國家都是這樣 務必求在2050年之前 達到一個碳中和 所以這整個綠色能源 包括太陽人也好 或是風力白天也好 都有機會的 小賴抽第三張牌 鴻哥抽啊 就換勝你啦 不然還有第四個人 出席 不要這樣 這呢 我們要跟大家聊到 剛剛有提到的 原宇宙概念 原宇宙題材 最近真的太火熱了 可是那些概念古 會不會只是一時的 還是會像當初的航運一樣 頭也不回經經掌 可是這條路啊 只是想好 又還沒鋪好 酥丁會摔跤啊 我還是很害怕 尤其宇宙是一個未知的時間 我找不到 我到不了 两位妹妹说的都很对 那我们这边来试着帮大家做一个统整 其实同样你回想一下 过去行列股在标的时候 或是其他个股在标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怎样 有三段涨势 怎么说呢 第一个阶段在炒一个什么 做梦 对 炒做梦行情 在这时候通常都是炒一个题材性 还没有一个实责获利 那第二阶段就是怎样 一个主身段 这边如果你有获利贡献上来的话 会不断的把股价给往上变高 那我们要的是什么 就是中间这段主身段 就是什么 这个咖口或是中口 这种哥最喜欢吃中口 最有肉 对 这种哥最喜欢一口咬下去 满嘴都是有样 就好像看到两位妹妹 你不能叫瘦吗 你要叫肥妈了 没有 这种哥最近有瘦一点点 好吗 对 我们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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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中口店这边在炒什么 炒做梦的菜 那事实上他并没有一个实质获利 那这种哥认为说他离高点 还有一千两百多块 其实你要他回去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边我们要请大家怎么样 往有获利的方向去做一个布局 那这样的话其实你比较容易想到到一个主身段的一个大行情 十月初到十月底 这个行情我都没有参与到 那我卡个位置吧 就跟你说旁边赶快来卡位 你就是不行 你已经吃那么油 已经溢出来 我那个位置很难卡 就是 到底龙哥的真实力在哪呢 深藏要露就要露 赶快露出来 对啊 好吧 每次都被张 被两位美美欺负 所以这张牌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边小小跟大家透露一下 也是跟元宇宙概念有关的 而且什么 外置这边是持续的在买超 而且他的子公司跟这个车用电子有蛮大关系的 所以这张牌到底是哪一张呢 就请大家好好锁定这龙哥的 龙哥的Telegram ZOE1768赶快加起来 喜欢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金牌BB我们下次见 拜拜